各位丁姐妹 各位网上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要继续为大家讲所罗门的诗歌 我相信这首诗歌是很适合现今在美国的需要 今天是11月3日2020年 我们要今天在两个候选人当中 是选出一位在我们下任的总统 有圣经的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到诗篇第127篇 诗篇127篇有这样的一个标题 所罗门上行之诗 所罗门的诗歌其实在诗篇当中不是很多 只有两首 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看了第72篇 今天我们看第127篇 上行之诗 你可以在圣经的诗篇里面 从第120首 可以看到 1到134首都是上行之诗 而这 15首的上行之诗当中 有4首 有4首 与大位有关 1首 出自所罗门 而有10首 作者 是没有记名的 虽然有4首是大位上行之诗 但是其实一般 接受这些都未必是大位所写的 因为那时候 圣殿还未建成 比较 多人接受的 是回归之后 圣殿 重建之后 所写的诗歌 但是 15首的诗歌当中 唯独诗篇127篇 很有可能 的确是所罗门的作品 如果真是出自所罗门 我们可以估计在时间上 是圣殿建成 和 是 献殿之后 所罗门 他 可能是跟人民 官员 他 其实走路 是上圣殿 当他一路走的时候 看到圣殿的行位 他就有感而发 写了诗篇 127篇 在第1节的上半节 他说 若不是犹豪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 就枉然 努力 在这里看到 你可以留意到 建造 是两次的出现 也是知道 可以说 第一个重点 是说到建造 Building 建造 这个Building 我会 看到的 就是 所罗门 作为一个王 他看到自己所建造的 当然 是说这个圣殿 他建造 除了圣殿之外 他还有建造什么呢 或者是 为了谁建造的呢 为什么要建造呢 作为一个各国家的领袖 或者是一个地方的官员 甚至来说 我们现今的 教会的领袖 其实我们都不只要问 建造的是什么 我们更加要问 是为谁建造 为什么 要建造 而最终的 就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 功劳 是要归给 谁呢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 就枉然 努力 所罗门很明显 这里是归功 给耶和华 我们的神 听智妹 你今天 你又建造什么呢 你又 为哪一个 来建造 这些东西呢 你为什么 要这样 建造呢 是不是你自己 建造着自己一个 王国 一个小宝女 建造着自己一个 属于自己的世界呢 其实今天我们党老是做领袖的 其实我们都要很 清楚要了解一件事 他所做的事情 是为了 建造什么呢 是建造着自己的 Ego 那个的 自我 或者 所做的事 是为了 这个的 群组 或者 他国家 或者是 他的一个 所负责的 一个 机构 其实我们都要问 为什么 要 做这些事情 为谁 做这些事情 在第1节的下半节 他说 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言 警醒 第二个 我想很明显我们都看到的 就是看守 这个字 出现了 也是两次 我用一个英文字 Guarding 耶路撒冷是一个 二手难攻的一个成一 是大位 从耶布斯人手中 是攻占过来的 可见 就算是这么坚固 这么 二手难攻的一个的 城池 都可以被攻破的 所罗门 更加明白到 最重要的 都是需要到 神自己 在保护 在看守 这个的城池 但是作为 一个的王 他有责任 虽然他知道 神在看守的 神在保护的 但其实 仍然他有个责任 是要指派官兵 要看守城的周围 免着 是敌人 是会攻进来 一个领袖 就有责任 是 守护 使得人民 得到 安全 除了 除了 看见 看得见 之外 领袖 还要保护 什么呢 以致人民 可以得到 保障 因为国家领袖 要保护这个国家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国家 也需要到我们的领袖 保护到我们公民的权利 以致我们可以得到保障 我相信我们是需要我们的自由言论 我们的言论自由 得到保障 或者你自己在你所负责的环境里面 你又 看守到什么呢 以致你 你自己和你身边的人 得到安全 你怎样来 保障 或者你怎样保障到将来 你 怎样才可以得到 安全感 是不是只是赚钱 是不是只是 找到很多的 财富 或者是找到很多的物质上的东西 是巩固到 自己的 需要 在第2节 我说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揭 吃努碌得来的饭 本事往然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第3节我看到是 我会用一字 享用 享用 enjoying enjoying 以前的社会 就好像这个第2节一样 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的一个社会来的 但现今 现今的人 睡觉的时间 越来越少 而且很多人的睡眠的质素 越来越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情况呢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 很多人对于将来 担忧 很多人 选择的就是 更加 努力的工作 更多的工作 但是 得到 更多 又担心会失去 以赚取的 钱财 或者物质 这个呢 好像一个 恶性循环 这样的 越来越厉害 所罗门的确是一个有智慧的这个王 他教导 当时的人 要懂得的 是要享受他所 赚取的 要吃的 就吃 要休息 就要休息 其实对于我们现代的人 其实我们都要学 要放假就要放假了 要度假就要度假了 大家 记得不要带你的工作 去度假 更加也不要玩得太过量 不要 使得自己 去度假 回来之后 比较未去之前 还要累 身体只有一个 我们的命 只有一条 要好好的 真的要好好的 使得 唯一我们有的 可以能够长久 使用 我们更加要学悉的 就要满足 我们要学晓得的 更加倚寇 我们的神 第3节 儿女是药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吸的赏赐 第4节 少年是所生的儿女 好象勇是手中的箭 第5节 箭袋充满的人 便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 和受的 说话的时候 必不致 受愧 第4个 我会给一个 描述 是 流传 流传 conserving conserving 究竟流传了什么呢 conserve了什么呢 其实 对于当时的社会 生而养女是 蒙福的象征 当然对于很多现今的 现代的人 生而养女已经不再重要 甚至 很多人 是会否定 生而养女的 需要 是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数据 在平均上 每一对的夫妇 就要有 2.6 的子女 才可以保持 人口不变 因为有很多人 是单身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越是先进的国家 生养率 或者出生率 都是偏低的 甚至是 少过一 那就是说 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 夫妇 是选择 是没有子女的 结果 我们都会看到 人口老化 最后 只有一个结果 大家都会死了 就是会死光 其实 人口老化 对不起 灭族 很多 宝贵的东西 都会失传 包括了我们的 信仰 我们 基督教的 核心价值 和福音的广泛 虽然 我们看到的 有很多人 是想保护 他们已经有的 但是因为这个缘故 可能在整体上 使得我们失去的 更多 甚至是一切 甚至是一切 分开诗篇的127篇 作为一个王 所罗门其实要问后世的人 如果是有后世 希望那些人是怎样记得起他呢 其实今天我们要选一个国家的领袖 这个人都要问 他希望 以后的人 或者是 在他 在位期间的时候 那些人是怎样记得起他 我们要从他的 表现中 我们看到 我们怎样 记得这个人 究竟他是 历史当中 最差的 一个总统 还是一个 最好的 总统 作为一个牧者 其实我都要问 特别有一天我自己不在的时候 我的会众又怎样 记得起我 有什么宝贵的东西 我可以留给他们的呢 今天 想和大家思想的 就是 诗篇 127篇 也希望大家 在今天 是很有智慧的 是求神给我们智慧 是能够 选出我们心仪的 一个 候选人 将来会怎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能知道的 就是 在现今这个时间 我们作出 最好的选择 是求神 施福大家 好